记者林一章嘉义报道,嘉义献嫖子配天宫妈祖将于5月7,8日进行妈祖诞辰绕境大典,过去许多商家,信众会赞助真人一格流行,20多年前改为人偶式花车,今年嫖子天宫谈召集商家,市民集资赞助二座真人一格,重现传统风采,其中近百年前的真人一格老照片。 今天现身,古时讲师们精致的工艺,让看到照片的人大赞太美了,85岁朴子世民周国欽今天带著多张日志时期昭和年间父亲周雪峰,制作的一格照片老照片到天宫谈展示,周雪峰于公元1897年生,1973年过世,一绘画,雕刻文明,曾三度入选台湾美术展览会, 还有硕士论文专门研究其作品及生平,他与绘画大师吴梅林等人士好友,是春龙画会名家,具文采,精通笔墨,从事宗教雕刻绘画及妙语兴建等工作, 可说是天才一师周国欽说,百年前嫖子佩天公妈祖绕景时常有真人一格游航,还会办比赛,父亲制作一格参赛,昭和年间多次获得特等赏,当时的一格没有电动设备和车轮,由匠师发挥巧思,以手工木雕,彩绘制作,并由信众扛住游航, 孩子们在一格上演出展示,让人很怀念,天公坛今年将近70岁化妆师苏金梅为真人一格绝香化妆, 她为全台真人一格化妆已50多年,今天在云林北港朝天公为真人一格化妆,苏金梅使用的特殊粉底可固定妆粉一整天, 夜晚灯光照耀下还会闪闪发光,粉底需用沙拉油才能卸妆,现代化妆师亦不用,此古代妆的记忆很少见, 天公坛文书族长李文杰说,有信徒年幼时曾被苏金梅化妆登上一格,三岁女儿今年也要登上一格, 两代都有苏金梅化妆,让人感动。